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凳子 藤边 甚至藤球 家家户户都有 但随着时代的变迁 藤制行业也随之成为西洋行业 老店无人问津 但也后续无人 可喜的是 出现了一群年轻人 在不经意的接触下 他们竟然愿意学习编制 愿意传承 让这家老店有了新希望 古岛 老店 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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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